欢迎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清云 我是确定泰 好 今天可以发现在大盘指数的部分 开低之后震荡走跌 在盘下来进行震荡 而且成交量能再次的萎缩了 那在今天下跌的过拳当中 整个大盘指数也失守了半年线的位置 那邱老师今天亮说真的很难操作 个股轮动速度也特别的加快了 那这个时候操作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好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我个人对于 我还是要讲 因为这个大部条款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大家市场上传闻很多 一下说只能要废掉或者调高门卡 又说只能修不能废 然后金管会的方面也提到说 如果调高门卡那意义就不大 所以这个很纷乱 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 但投资人每天被零池 对 因为到15号之前还有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反步不定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又破了半年线 政策动作总是要稍微明快一点 我个人认为 这个基本上这个阿扁你知道吗 阿扁都可以出来了 为什么大户条款不能废 对 想一想吧 这股市操作是要灵活的 股市操作要灵活 所以你该卖就要卖 该换股就要换股 如果未来的格局是在非电子股的族群 你就要卖到电子转换非电子 我想这是一个观念 说都灵活 我常常讲说先知先觉嘛 对不对 那大家应该做不到 后知后觉也没关系 但有人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就是比较麻烦 这个是 我刚才不是说吗 阿扁都可以放出来了 什么事情不能做 是不是 都可以放出来啦 蓝绿都要和解了嘛 是不是 为什么大户条款不能废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想一下 那我希望我们政府能够顺应民意 但是我心里我们股市操作基本上 虽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可是我们操作上还是要顺势而为 不对就是不对 我们刚刚来看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 马上导播先让我们看一下 苹果 Apple 看一下Apple 那么Apple 你看Apple 稍微放大一点好了啦 Apple有一根很长的下引键 叫你们看 111 你们看 111 那Apple昨天跌了2% 跌了2% 来到了112 那今天晚上如果破的话呢 按照我们之前的跟大家提到 他那个111块那个位置 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这个闪电崩盘 因为当天一开盘就突然跌6% 那么因为这15年来 当然这个统计资料比较不够 比较不够 就15年来 那么苹果才出现 这个是因为我观察这15年了 市场上大概也很少人这种 这个这样的一个统计资料 这15年当中 大概有三到四次的出现一个闪电崩盘 莫名其妙 可能这个要买 又有可能是乌龙事件啊 你要买苹果去 就是外资啊 这个美国的机构法人要买苹果 去按道卖出苹果 那美国把它称为 fake finger 肥手指 那指头太肥了 买跟卖刚好差一个按键而已 所以就按错了 那不管是怎么样 乌龙事件也好 乌龙事件也好 那不管它怎么样 这个我们只能说 这个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的话 它通常出现这个闪电崩盘的时间都在 这个股价都在相对的高点 不能否认我们再看一下苹果好了 苹果那个位置119 那就是历史高点啊 这个历史高点的话 通常如果真的跌破111 你看到那个111 那它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波段 缓跌的一个走势 那这当然苹果概念股 很容易也这样子 就是最近大家也在讨论的 为什么外资啊 调降平概股 那嫖降平概股的 调降平概股的大摩 或者高盛 调降平概股的 把台北股市明年的高点 看到8800点 看到8800点 所以大家要注意平概股 乐观的 乐观的啊 乐观的这些什么 这些这个外资宣传 看到明年台北股市上万点的话 它的重点是说 如果这个金融传产补涨上来的话 就有机会 其实这两句话是没有 这个乐观跟悲观的话 他们是没有冲突的 我们听懂 悲观的是看坏平概股 所以将指数调到8800点 乐观的也没说平概股好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要体会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2317的 先看2317的这个鸿海好了 今天持续跌 收最低 对应该是在90块附近打赚 之前那个8500点的位置嘛 你看这个影响很大 那以为平概股很好吗 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一档股票 那叫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看一下 那直接跌停 这都要碰红 碰红之一线啦 这个都太碰红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10月份啊 才赚0.21而已 10月份才赚0.21啊 那11月份比10月份衰退 然后说第四季 10、11、12这三个 那10月份赚0.21 那11月比10月衰退 那苹果的旺季本来就在10月份跟11月份而已啊 那结果没有嘛 那当然就跌停了嘛 那第四季都要碰4块啦 第四季都要股票炒半天 那现在不是要找3、4块出来 那个臭那个数了 这个匪夷所思啦 好那一样就是平概股 那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再看那个 林立党也是一大早利空的 叫做2887的台心金 台心金喔 其实台心金今天一大早是跌停啦 不过这收盘是今天的相对高点 相对高点喔 它今天的相对高点喔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而且今天的台心金爆出了12万张 12万张 12万张喔 那么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观念啦 这个是谁在买它 外资本来就评估说 台心金掉到13块附近就可以买 好不好 外资如果这么说 如果这个盘后它是大买的话 这个有玄机喔 我还是非常看好非电子股的族群 最后的布局 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喔 大陆股市今天的上证指数 跟这个现在这个是涨还跌 让大家看一下喔 喔又是又是大涨了喔 那升运城市我们刚才盘中 看它涨了这个3%多 3%多喔 那这个你看这吓死人了 中国大陆啊欲小不欲 所以大家我的看法是中国股市 因为大家对中国大陆的股市的看法 可能会有也是两极化 因为有的它涨很多了 像外资就有一点在落跑的感觉喔 中国大陆股市 可是中国大陆 现在也是内支在做 政府在做的 所以你从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跟新华社啊 新华社报导里面 政策都很乐观 股市涨这么多 保持乐观的态度喔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结构 结构转变的一个使然 这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还是讲说 这个现在国际股市 都在中国股市这一块 一定会有一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是我们大户条款 存费的当下 有没有 整个市场上结构的转变 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把握你最后的买来 好 最后一档股票 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股票还不错 2030的 2030这个 张友说这个育有基本面又赚蛮多的 他怎么赚都比郁金光多了 股票才跟这个郁金光差了快十倍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股票 今天还算短线高点 8383的千负看一下 8383的千负也不错啦 8936的国统 这个都是高档震荡整理而已 好 那么把这个时间交换给这个星云 好 来看到在指数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是如何呢 指数收借了9128点下跌了58点 而在今天成交量呢萎缩咯 今天的量只有875亿元 这台北股市最后的一个修盘情形 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那所以现在要如何太弱留强呢 广州继续带您观察 马上回来 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专专业诚信负责 支付专线0223923988 Lanew体感衣着 自在享受生活 Lanew 消费满额送限量服饰 加购服饰最上六车 奥迪A4 动能与效能的完美协奏 A4 Sedan 25TFSI 优惠实时中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感冒用丝丝 不只快还更稳 搭配远传4G 多款旗舰机零元 独家送米奇双头随身蝶 啊 雪だ ただいま 戻りました 私の気持ちです 嗯 美しい 日本专利设计 316不锈钢精致 台湾高 大したこだわりだ 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来 啤酒 いい香り 泰河工房 316不锈钢保温瓶 坚持做最好的壶 來來來 來來來 來SUM十周年 買車半貸款 送倒車顯影 實在就是SUM 歡迎回來 我們就可以發現成交量萎縮了 萎縮的情況 就會讓各個類股輪動速度變得非常的快 邰老師最近很多人都說 現在這個盤有夠難做的 你也認同嗎 就剛好一個大物條款在那邊繞啊繞啊 一定是這樣的 是大家都變得很麻煩 事長當然就認為說會廢掉啦 或者這個上限問題 現在又說只修不費或者一大堆的 讓這事長變得很混亂 還是要靈活啦 還是要靈活啦 我剛才不是講嘛 阿扁都可以放出來了 為什麼大物條款不能費 想一下我講的話 其中必有深意 好來看一下 來 道瓊開始在走軟了 再開始回收 因為你們看到這些 你會覺得這個好像還好而已 前一段時間都是0.1 0.2的 漲0.0了 現在已經開始有一點樣子出來了 最主要這個樣子出在哪裡 你們知道嗎 是在這個 恐慌指數昨天單日漲了20% 這個要注意的 當然美國股市漲多 你可以說它漲多拉回的話沒關係 只要恐慌指數不會很大的 它15低一個關卡 然後就要20幾了 所以看來是還可以接受啦 那麼美元指數 現在反而美元指數 稍微拉回到美股容易震盪 這個就是這麼特殊 那麼公債殖利率回錯了一下 2.25 2.3還是一個蠻重要的關卡 那昨天最強的是在哪裡 在生計股 1.5 生計股還是最強的 所以我們這樣講說 美國的股市在漲的過程當中 事實上不是電子股了 是生計股那一些大型生計股在漲 還有呢水資源指數 昨天逆勢又開始來了 水資源指數開始來了 當然距離歷史高年很近了啦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統計資料 一直在那邊繞 看來還有昨天最主要是 原油又暴跌了 原油昨天又跌了4%了 那原油暴跌 現在全市這個華爾街 已經在開始討論說 原油暴跌會不會出現一個 比較另類的金融風暴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這個 原油昨天反而現在爆跌 大家都說油價跌 油價跌你的成本就降低嘛 大家都知道成本 所以油價跌是另類的減稅 好像你繳稅一樣嘛 油價跌要另類的減稅啦 國內大概有在講這油價啦 電價的問題 因為這個油價跌嘛 那麼為什麼這個 這個台電會賺錢 因為這成本也降低了嘛 成本也降低了 油跟油電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嘛 那麼成本也降低了 所以台電賺錢了 所以這跟民生有關係 所以如果電價也調降的話 那不是等同於減稅嗎 你是另類的減稅 好國際股市現在還不是 很穩定的一個狀況 已經慢慢開始有一點分歧了 那我們來看看 看這個美國股市啊 實際上投資朋友要注意 我們的客戶把我們的電腦打開 我們電腦很 我們這套軟體很豐富的啦 不是你一般只有 什麼紅買綠賣這樣子 不是那樣子 那個那我在這邊講就沒意思了 那個不是操盤工 那是看盤工具而已 是給你報報價而已啊 你看我們這個蘋果昨天又跌了2.2% 所以我說過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 111不可破嘛 所以蘋果如果變成一個緩步也好 慢慢的往下跌的話 那瓶蓋股當然就是有疑慮的嘛 這是很簡單的推論 蘋果漲才有瓶蓋股 蘋果如果跌啊 來了瓶蓋股 那你一直往瓶蓋股去做 不是有一點 有一點後知後覺喔 或者不知不覺嗎 不是這個意思嗎 瓶蓋股你剛剛一直在跌嘛 那瓶蓋股一跌了 周邊的這個 這些都 或多少 跟瓶蓋股有關係 就開始跌了 那麼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鎂光也跌了啊 那鎂光一跌了 瓶蓋 事實上這個 這個上游產業上 地怨這個也開始跌了 開始跌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華雅科很慘了 華雅科很慘了 你 我想說你不用先知先覺 你比如說蘋果一定會跌 我早就知道 沒有那個道理 那後知後覺有什麼關係 蘋果跌了你就不要做瓶蓋股 那蘋果已經跌了 你還在做瓶蓋股 那不是叫不知不覺嗎 還抱著那麼一線希望 那就沒有意義了 好一樣 來看一下昨天有什麼股 特斯拉昨天還跌4% 最近特斯拉 昨天我講過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油價在大跌 油價在大跌 全世界的節能概念股 就是有很大的疑慮 這節能就包括太陽能 你看 昨天的太陽能又重挫 重挫破底 美國的太陽能 包括在中國 在美國掛白的太陽能 都重挫破底 然後呢 然後呢 特斯拉也大跌 電動車也大跌 而且它跌了好長一段時間了 跌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呢 Crea LED 也大跌 我們剛剛跌8% 跌8% 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跟大家講 不是那個只有紅買綠賣的東西 不是那個月線季線啊 葛蘭幣什麼八大法則什麼 不是那個東西 不是那個東西 你要知道國際股市 到底它的內容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知道國際股市的內容是什麼 很簡單 我剛剛跟大家講 蘋果已經跌了 你就蘋概股 你就不能做多嘛 這是很合理的推薦 你管它 你管它什麼KDRSI 不對就是不對嘛 美光也跌啊 華亞科今天 南亞科跌得多慘 你要有這一類的資訊 不是只有KDRSI 什麼季線月線那些 那些那麼簡單 好 美國股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這個電子股已經慢慢出現一些疑慮 事實上早在上個禮拜 就已經出現疑慮了 所以我們不應該 太執著這一塊 太執著這一塊 阿里巴巴也跌 我們的電子商務 要做的就是中國 中國的生意 那阿里巴巴不是今天跌 跌了好光棍節之後的話 阿里巴巴就沒有漲過了 每天兩發三發 兩發三發加減跌 這樣大家知道意思嗎 這個所以很多東西 我們的電子商務這一塊 看的是中國股市這一塊 那中國股市呢 就也很有趣 來 這個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給大家看 那個中國股市創業版 跌得比較兇 那麼 譬如說中國股市的內容 全世界在看中國股市 但中國股市本身的內容 也在金融傳產不是在電子 這樣大家聽好不好 關於中國股市啊 大家這個市場上 大家琢磨的比較少 那麼我現在 最近在我們 幫我們照一下 我們最近在我們的Facebook 一直在跟大家 慢慢的加入 中國股市的分析 甚至個股的分析 我們的操盤工具 當然也有中國股市的分析 有沒有 中國股市的分析 全台灣這個市場上 大概也只有我們在專研 中國股市而已 這一塊都是 但東西太多了 這個大陸股市的電子股 有沒有 昨天是中錯的 都一路在中錯當中 電子股什麼 什麼電子商務 4G什麼的 還有呢 有沒有 中國石油有沒有 這兩桶油 他們叫做股市暴力哥 政府基金 中國石油 光大證券 這個時間就飆了一倍多了 昨天還漲停板 中國股市的內容 水資源概念 有沒有 水資源概念 一些中國股市相關的內容 我們都會 在我們的操盤工具裡面 給我們的客戶去做相對的了解 好 我們最後看一下這個 台股新攻略 那麼你來看看我們的粉 這個邀請來我的這個 粉絲專業 粉絲專業來看 那我們最近 因為中國股市很強 一定要講一下 中國股市內容的變化 什麼 再一個綜合規劃 我跟大家講 市場上沒有人在跟你講 這個喔 某人對中國股市 像我已經這幾年 都在研究這一塊 自從他們創業板 開始有之後 我就一直在研究這一塊 所以應該是 能夠滿足投資朋友 你不用了解很多 但基本的東西要知道 好關於這個指數 要麻煩幸運 好來看到在整個齊 國市場最後的一個 售盤情形是如何呢 全面下跌作收 台指期最後的跌幅 來到了0.6個百分點 收在了9132點 而在電子期的部分 最後跌幅 則是0.44個百分點 今天金融期跌比較深 金融期最後的跌幅 則是0.83個百分點 這是期貨上 最後的一個修盤情形 提供給大家 一起來做個參考 好看完了期貨 邱老師接著要帶我們 來看個股嗎 要看個股啊 一樣剛才跟大家講的 我們台股新工業 歡迎來加入我們的粉絲 粉絲專業 那也希望 因為我們粉絲專業 還蠻跟得上市場的 包括中國股市 也開始陸陸續 幫大家做介紹 全世界不要只知道一半 要全盤的了解 對於金融商品的了解 也是要全盤的了解 不能局處於玉宇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那股票市場上也不會 以前這一個月之前 大家看的是美股 現在大家在看陸股 你就要隨著這個事 再看陸股 然後就要對陸股的分析 要有所更一層的了解 那你不是了解 陸股的指數 可是你又忘了說 陸股的內容是什麼 這個叫結構 他們正在講 金融基礎建設 鐵工機 傳產這一類的 可是他們的電子股 卻大幅的回錯 問號為什麼 美國的電子股 也不太對勁了 那麼過去這幾天當中 蘋果是一路跌 Tesla早就暴跌了 很多東西都是 這個架構衍生出來的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資金不是 跑到中國股市去嗎 沒有錯 那中國股市漲的是 金融傳產基礎建設 這個傳產這一塊 非電子這一塊 你看看他的電子股 只是你不知道 你回去看創業版指數 卻是大幅的回錯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念 你不是只看他表面 你還不知道有一個 創業版指數嗎 這就跟大家講 那麼金融股今天遇到 遇到利空 事實上也沒跌到 這是前幾天 我跟大家講的 國泰金今天也沒跌到 一毛兩毛那邊繞而已 這個我是蠻看好的 富房金今天大概跌 三毛四毛也還好 他是差點要創新高了 他快要創新高了 今天是因為台新金的關係 那台新金出現十二萬張的大量 那麼外資如果盤後是大買的話 那你就更有趣囉 這個很多股票 很多時候利空啊 利空有時候就是買點啊 這個不是外資砍出去的嗎 為什麼他要創新高了 這個不是外資砍出去的嗎 為什麼他要創新高 有時候利空就是買點 利空就是買點 大家這個觀念要先搞清楚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就真的實質的利空了 小心啊 我說我就跟你講 你120塊以上放空的話 安全度是很高的 那麼真的是 這是基本面那麼差 是硬炒作出來的 如果 投資本你注意聽喔 因為如果 如果傳產 這個大部條款真的拿掉了 或者他用什麼形式 我們不知道了 假設是這樣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北股市就有機會了 我這樣講喔 拿掉如果 如果有利於 這個拿掉如果有利於 電子股的話 現在這幾天的電子股 不會跌成這樣 這樣你懂意思嗎 如果大部條款拿掉的話呢 這幾天的電子股 不會跌成這樣 因為正面利多嘛 是有利於電子股 如果拿掉是有利於傳產的話呢 那現在這個電子股跌 對這些 這些所謂的結構上觀念 包括外資 他現在把它賣掉是合理的啊 因為他準備在 大部條款拿掉之後有沒有 準備做下一波的主流 但是不應該是在電子 這樣大家通沒有 把觀念都繞清楚喔 我不是在繞口令啦 你慢慢想啊 如果拿掉是利多 股校市場可以賭一把嘛 賭一把嘛 拿掉是利多在電子股 電子股今天不會這樣砍 這幾天不會砍成這樣子 大家觀念想一下 一定是拿掉 就算沒有拿掉的話 沒有拿掉就是利空嘛 對不對 今天砍也沒有錯啊 這樣對不對 這幾天這樣砍 如果沒有拿掉維持原因 那你現在砍也沒錯 因為拿掉是利空嘛 沒有拿掉是利空啊 拿掉是利多的話呢 他現在砍不差 因為主流不會是電子 來 所以這個基本面都破功了 這都破功了 大家看都破功了 都破功了 因為什麼 他說第四季要賺三塊錢 那麼十月份啊 就是十十一十二這三個月而已 十月份賺兩毛 十一月份 昨天公佈 比十十月份還差 可以說搞不好是虧損的 那你剩最後一個月 十二月份要賺三塊四塊嗎 這個是不可能的啦 不要開玩笑 所以今天就直接打到跌停了啦 反而就是硬炒 所以電子股如果是唯一的主流的話呢 這樣炒這個還有意思 如果電子股不是唯一的主流的話呢 像這一些啊 有沒有 像這一些有沒有 這一些未來就精彩了 未來就精彩了 今天還差一點創新高 因為他還沒公佈嘛 他還沒公佈嘛 他等他公佈之後就精彩了 國統已經公佈了 愈小不愈 愈小不愈 國統已經公佈 國統我們這個超盤工具 因為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超盤工具給我們的客戶 客戶的股票都很少 最近我們大概只有推進這個 國統而已 十一月二十六號 有沒有看到 十一月二十六號 有沒有 國統十點八分 這是幾點幾分 國統八九三六轉牆 十一月二十六號 是不是這裡 是不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十一月二十六號 這裡一個指標箭頭往上 有沒有 到今天都還沒有賣出點 都還沒有賣出點 這個箭頭代表什麼好涵力呢 叫做簡單易懂好操作 你看很容易懂吧 第一根孔短多中多 所以它屬於中多了 短多中多 情損利點在底下 是不是 是不是簡單易懂好操作 你看 有前面跟你講 全世界的水資源 是即將創歷史新高 水資源的概念股的權重在美國 是什麼股票 對不對 然後還有指標來幫你做輔佐 這個就是我們這套超盤工具 全市場獨一無二的 我認為是獨一無二啦 到目前我沒有看到 因為這裡面很多內容 是我早上四點鐘起來做的 早起四點喔 你看最近還蠻冷的 早上要一大早起來 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啊 不過 我們因為習慣了 要把這個專業的 不然你太晚起來 讀不完那些資料啦 那麼好這個是張元 今天又創新高 今天能夠漲的股票已經不 能夠抗跌已經不容易 而今天還創新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股票 這個就是傳產股 基本面不好我才會跟你介紹 基本面不好我跟你介紹什麼 像這個也是啊 你看這個 這個開盤 大家在分分的 後面尾盤 K線還收紅 最後整理期 最後的整理期 所以我說風水輪流轉 非電子展開大行情 就是駁這一把 但是我還是有一個大前提 一旦大部條款 還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不好意思 這個行情大家心裡要有數 因為資金已經流到對岸去了 如果美元再持續增值的話 那麼大這個大幅也不進來 那外資就會流出去 外資已經在砍電子了 你們看到嗎 鴻海砍成這樣都沒有看到嗎 來 立立立棚 這也是最後 獨一把 反正你空 這個往上空間大 往下空間很少嘛 獨一把嘛 股票市場就這樣子 那選擇 基本面最好的也不會跌 基本面最好的 南六這個都不會跌啊 維生啊 這些都不會跌啊 都是最後整理的 最後關鍵點 所以我說過 投資朋友 可以來看看我們的臉書 加入我們Facebook 那趕快跟上來 布局我們 大戶條款 之後的大行情 謝謝 這個星期呢 其實感覺起來 指數都在整理啦 會不會是最後的一個壓縮呢 那我們常常都在講 壓會的時候 就要來尋找佈局的時間點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了 那也謝謝周老師 我們帶來最及時的分析 開股新攻略 會持續帶你掌握整個大盤的趨勢方向 以及個別股要如何掌握 明天同一時間 下午一點半 與您再會